嗨 無獨有 陳其邁今天晚間也在前鎮區 要來鞏固綠營的鐵票倉了 我們來看到的是 鋼市長候選人陳其邁 他的前鎮區後援會成立 主辦單位預估會湧入上萬人 我們記者陳麗婷在現場 但以掌握目前的最新狀況 好 主播各位觀眾 那麼目前我們所在的地方 就是在陳其邁的 這個前鎮後援會的現場 可以看到現場有很多的支持者 來到這邊來支持他 陳其邁現在也在台上來演講 我們就來聽聽看他怎麼說 我會用我人生最精彩的歲月 跟所有我們高雄市民 大家一起打拚 這樣好不好 這樣好不好 我們共同收到我們高雄的公園 讓我們高雄繼續進步 這樣好不好 我們一定要讓我們高雄 能夠繼續的在我們高雄 成為我們台灣經濟的火車頭 所以我們要全力發展 亞洲新灣區不管是會展產業 游輪母港 流行音樂中心 博二戰略庫的場地 將會創造很多 包括我們的書位內容 我們的文藝新經濟 跟我們所有的 好 現場可以聽到呢 陳其邁其實就是在講他的一個證件 希望呢可以講出這些證件 對市民來做一個保證 不過呢他剛剛提到這個高雄 八一氣爆的時候 其實他也忍不住哽咽了 而在今天的高雄前鎮後援會這邊 有很多的支持者 來到現場來支持陳其邁 那麼尤其呢在小港前鎮區呢 以往都是綠營的一個鐵票艙 因此今天呢陳其邁是選擇在前鎮這邊來 新建這個後援會喔 又是呢他昨天 剛剛辭掉部分是立委 而今天第一場後援會 就辦在綠營鐵票艙前鎮這邊 目前呢他在台上來做一個演講 希望呢能夠獲得更多選民的一個認同 那麼以上呢是我們來自在現場 掌握到的最新狀況先把時間 叫環篷內